通話等於是第六次上課 然後重點大概今天就是把那個 就是上個星期的這個範例 把它Ending掉了 然後上個禮拜是主要利用那個開放資料 所以我是希望其中報告的部分 你們可以去那個政府的開放平台上面 找一個可能比較有興趣的議題 不見得是治安吧 可能跟交通啊 可能跟經濟啊 可能跟金融啊等等的有關的 這個相關的議題 然後呢 我會希望你用Excel去做一個分析 統計分析 當然統計分析前可能需要先取得 那個欄位資料 也就是沒有那個欄位的話呢 那你要把它變出來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做的這個範例好了 它本來是沒有什麼呢 沒有那個像這個資料裡面 本來它沒有這個 少了一個欄位 是不是這個範例 這個好像舊的 這個範例我把它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 那請各位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範例先打開一下好了 我們把那個原來的資料 從開放資料下載的話 只有A到E這個欄位 那當然後面這三個欄位 是我們把它變出來的 那首先當然第一個 年的部分比較簡單 年的話 是從發生日期 取前三個字 那取得前三個字呢 我們就可以分析那個 歷年的切斷案件 到底數量是增加還是減少 所以我們後來呢先產生一個 這個 年的欄位 有沒有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你要統計歷年的話 那你需要先產生一個欄位 如果沒有這個欄位的話 那當然你就沒有辦法用後續的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所以歷年的話呢先需要一個年 然後再畫出一個 一個什麼 先再來就是產生一個樞紐分析表 那這個裡面的話 當然它裡面有一些物質的資料 包含就是102、103 還有110、113 這個我不要顯示的話 那我可以把它打勾取消 那打勾取消之後的話呢 得到的結果就是104到112年的這個數量 有沒有 其實滿快的啦 所以喔 這個樞紐分析表的用法很簡單 其實就是把年有沒有 用拖拉的方式 所謂的拖拉是按住不要放 往下拉 當然好像有同學是打勾啦 其實打勾也可以 不過我個人習慣是用拖拉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好像如果假設 如果你要取消的話 就是把它往上拉就取消了 好像你打勾的話也可以 但是打勾只有列 那黏怎麼辦 黏不行嘛 黏的話你要拖拉 所以你乾脆就用拖拉就好了 好有沒有 這個地方這樣子啊 然後往上拉 然後先列再直 不過順便講一下喔 如果將來你要錄製聚集的時候喔 可能要遇到一個問題喔 就是你錄製的時候喔 可能你拖拉的時候不能先列再直喔 可能要顛倒一下 就是你錄的時候喔 可能要先直再列 不然的話喔 出來的結果會是錯誤的喔 為什麼錯誤喔 其實我搞不清楚 其實我後來試了一下我發現 奇怪為什麼一直錄出來的結果 就是跟原來看到的不一樣 那我就逐發奇想 但是我顛倒一下說 結果錄出來居然OK耶 這個我也是能不能奇妙 但是也沒有特別找不到答案啦 因為 那當然我看一下程式啦 可能它這個功能可能就是類似這樣這樣 那讓你記一下 所以如果將來你希望 可以把樞紐分析表 變成一鍵完成 有沒有 一鍵完成還記得吧 按下去按按鈕 自動畫出表格跟圖的話 那你就必須 當然你要錄製劇集 可是要怎麼做 今天我們要來看一下喔 OK 然後另外的話畫出這個圖 圖的話怎麼 只要你有表對不對 你只要利用樞紐分析圖有沒有 就畫出這個啦 那我頂多是改一下什麼 改一下標題 然後呢改一下什麼 改一下它這邊有個資料標籤啦 這個標籤加不加其實無所謂 那圖例的話我覺得不需要 原來有圖例嘛 把圖例打勾取消 那至於其他啦 看其他你要不要加一個什麼 預算列表啦 或者是誤差 誤差線啊等等的喔 或者趨勢線 這個的話你可以自己再調配 當然如果你希望讓那個圖更加的友善 能夠很快的顯示說你想要表達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畫圖的部分喔 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現代人根本很懶啦 他很懶得去看啦 反正就是你畫一個圖給我啦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再回推一下 會不會你這個資料有問題 OK 所以我們大概上個禮拜是 先增加一個年啦 然後畫出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那一樣的道理呢 如果要畫出各區的比例圖的話 那其實我們做了什麼 各區有沒有 所以區的部分很簡單 把發生地址的第四個字取三個字有沒有 所以這邊區的話要密的 從第幾個字 從第四個字有沒有 取三個字 所以把規則給他按確定 那區的部分就OK了 那利用這個區的話呢 畫出第二個圖啦 就是所謂的什麼 各區比例圖 這個 所以把這個做出來 對應到這邊 所以我希望你其中報告大概第一個 一定要有什麼 有這個函數 OK 那當然不見得 每一個資料裡面 都會是類似像這樣子 但是 就是要你們去找啦 因為我後來發現 同學的心得裡面 大部分都會講說 老師我花最多時間 其實在找哪一個資料最適合 可能他做了很多啦 OK 最後還 甚至做到一半之後發現 做不下去了 就放棄 乾脆換一個好像比較簡單 但也OK啦 主要是希望你們去 利用這個過程當中 去思考 如何去運用工具 幫你產生你要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當然 最好是一目瞭然 最好是越清楚喔 因為你如果有個圖啦 相對的 可以很快呈現出一個 一個Big Data上 它的背後到底是呈現什麼意思 所以你可能要假想幾個問題 好的答案 當然啦 剛開始你用猜的啦 到底台北市歷年的切刀案件 是增加還減少 我不知道 不過我可以猜猜看 有時候其實或許啦 可能原來你的主觀意識 跟客觀的結果 也許不太一樣 有沒有 我覺得好像應該越來越差才對啊 感覺滿亂的 但是實際上喔 跟你想的可能不見得一樣 OK 還有各區 到哪一區啦 以前可能會覺得萬華區啦 OK喔 那我們猜猜看 結果最後不是喔 是中山區 那有時候可能猜 你今天哪一個地方的那個 住宅的治安最好 有沒有 後來猜好像在文山區吧 文山區好像有 到了第三 不過呢 大同區跟南港區 反而是相對是最低的 不過好像滿接近的 基本上就是 如果是比較 治安好一點的話 大概就是松山 信義 文山 南港跟大同 這幾個區啦 可能這幾個區的性質 欸性質 還是人口吧 不過啦 當然這個 統計數字也是不見得那麼精確 所以可能要處理那個 各區的總人口啦 可能會更精確一點點 當然如果你假設啦 你有時間你可以多做 多做就是分數多一些吧 可以覺得你更認真 OK 那所以呢 這兩個比較簡單 就是產生一個年 跟一個區嘛 那最難的 上個禮拜最難的 其實就是路階道 這個是難度可能是不只一倍喔 可能是很多倍喔 為什麼 因為公式如果做出來結果 那一定是一串 所以其實我們分成三個步驟吧 先產生到底喔 那個 其實最 為什麼要特別做這兩個 其實主要是要 那個什麼呢 給MID這個函數去使用 所以特別注意喔 首先當然你要知道說 你到底要用哪一個函數去取得資料 當然啦 理論上如果資料在中間的話 柏仁選就是MID 那如果是在左邊那就Left 右邊就是Rise 不過因為剛好這個 廈門街啦 或者萬寧街這個在中間 所以用MID 那我們就想說 到底它前面這個字 到底是哪一個字 因為什麼特別 因為MID的參數裡面 它其實就是哪一個字 那要幾個字的話呢 就是 所以MID 為什麼會產生這兩個 結果的話 其實就主要是根據 這個MID函數裡面要的 所以我只要知道 零里區的位置把它加1 然後呢 這個幾個字的話呢 就把路階道的位置 減掉零里區的位置 那就知道是幾個字了 OK 所以最後得到這個結果啦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 其實花滿多時間 所做出來的 那不過啦 最後我其實是希望 當然如果可以的話啦 因為如果假設 這兩個在這邊感覺怪怪的 其實我們主要是這一個 但是這旁邊又冒出這兩個藍位 顯然感覺有點 看起來有點礙眼 所以理論上 要不就是把它按右鍵隱藏 要不然的話呢 要把它 如果你不隱藏的話啦 取消隱藏 那就是再把這個公式 乾脆直接放到這個公式的裡面 OK 不過最後的結果會非常融藏 好像最後我做給各位看吧 就是這個公式 怎麼做呢 把這個公式複釋一下 然後取消 再貼到哪裡呢 因為它的位置是I2嘛 所以你看到 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公式是I2 你就把這個儲存格的位置 直接貼上那個公式 這邊有個I2有沒有 把它直接貼上那個公式 再打個勾 OK 有沒有就過來了 這邊還有個J2有沒有 那你就把這個J2的公式 不包含等號 把它複製取消 然後再切到這邊這個公式裡面的J2有沒有 再把它貼上就OK了 好有沒有 就這裡打勾 打勾向下填滿 那這兩欄其實就可以把它刪除了 有沒有 那當然啦 不過最後的話呢 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的公式變得比較融藏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的程度位置也沒那麼好 你覺得老師這個公式太長了 我做不出來 沒關係 你可以拆解 拆成兩個欄位 再產生那個我們要的路階道 那你把它隱藏 其實也可以啦 不過最好 當然如果多兩個欄位 感覺好像多兩個東西 就覺得好像不太OK 那當然你就把它怎麼樣 把它公式切過來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 OK 好 那今天的話原則上 我們大概就先把那個上禮拜複習一下 不過 最後我是希望說呢 做什麼呢 其實跟上一個範例一樣 我是希望說呢 請各位 在旁邊這邊也是一樣做按鈕 那也許啦 這個按鈕按下這個叫黏好了 黏按下去 這個黏的欄位呢 直接就下來了 然後呢 再按一個清除好了 清除也是清除黏的資料 那一樣 這個地方的話呢 是不是區域跟路階道一樣比較辦理 那這個好像我們之前有做過 類似練習還記得吧 就是前一個範例 就是那個什麼 選客的那個範例 所以你在雲端白板上面 可以找到那個什麼 就是選客資料的那個範例 那我們好像有錄過的劇期啦 不過當然你可以重新錄製 可是如果假設 你不想要重新錄製的話 實際上我是覺得你 根本就可以直接怎麼樣 拿這個當參考 直接就可以把這個程式給變出來 不用錄製了 可是你說老師那不用錄製的話 我可不可以自己拿之前的 拿來改一下就好了 其實是可不可以